車輛有序通行 但這時一名穿著牛仔褲的男子 突然從分隔島上冒了出來 大搖大擺 從馬路正中間 向散步似的悠閒過馬路 正當要到路邊 也讓機車高速駛來 緊急刹車還好沒釀成意外 但這時男子卻憤怒的盯著騎士 以為衝突已經結束 沒想到男子竟然從後頭追上前 馬路中間和騎士大吵起來 火藥味濃厚 民眾全都看不下去 違規本來就錯 錯了還不認錯 老羞承諾 我覺得真的不好 有民眾日前開車 行進後山皮站附近 目擊行人沒走斑馬線 從對街走到分隔島 一路闖紅燈穿越馬路 完全沒把交通規則放眼裡 差點還來往車輛撞上 沒想到他理虧卻還很大聲 上前再次和騎士理論 情緒相當失控 而行人擅自穿越車道 可以道交條例 處罰五百元罰還 違規不僅會吃上罰單 更讓所有用路人承擔風險 甚至還上前嗆瞎 嚴重控違反社會秩序法 過個馬路恐怕鬧進警局 實在得不償實 只有黃明君分享 喬台北報道